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现偶大结局 杨子要久久爱荡期确定,上线或成11月最大爆款。 比起暑期荡的古偶大混战,在刚刚开启的11月荡期中, 我们无疑又迎来了一个属于现偶爆发的时段, 在治愈系恋人与爱卫营等多部高人气都市爱情剧迎来首播后, 在各自剧情和质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 也是让整个现偶格局变得更为的扑朔迷离。 但是,伴随着杨子搭档范诚诚等主演的《要久久爱》在近日再度提诉, 不仅在某库站内开始了全面的预约,发布了首版预告, 而且在杨子和范诚诚合体上综艺,为新剧预热后, 剧集无疑也是确定将在11月开播。 以杨子超强流量号召力,和剧集本身的质量而言, 《要久久爱》一旦上线或就将是11月线偶大结局, 有望成为最大的爆款。 电视剧《要久久爱》是实力派导演牛超指导, 是已出生在同一个家属大院的几位少男少女们, 从青梅竹马,最要好的朋友, 再到青少年时期的懵懂和羁绊, 还有着进入到成年人世界中, 所面对的爱情, 生活和职场中诸多考验的故事。 整部剧青春色彩浓厚, 既有纯真浪漫的儿时记忆, 也有学生时代的叛逆, 还有贴合现实的唯美爱情元素, 整体的看点可谓是非常的充足。 在阵容上, 今年再一次成为了暑期档流量女王的杨子, 无疑有着目前同期小花中最高的人气长相思, 李毅仁面对四大男主复杂的感情线, 让杨子对于人物的精准驾育能力, 以及强大的细节处理, 情感戏上的感染力, 可谓是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绝对的颜值, 演技实力派。 对于青春爱情题材剧, 杨子自然也是不陌生的, 此前的亲爱的热爱的余生, 请多指教等剧, 都是绝对的爱情剧佳作, 杨子在其中的表现更是无可挑剔。 这次在要久久爱里, 杨子也是在现了校服时期的纯真懵懂, 跳脱的性格也是极具讨喜, 可谓是再度给了观众以惊喜。 而担当男主的范澄澄, 在这两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凭借着出众的颜值, 以及极佳的表演天赋, 无疑在影视圈谋得了自己的一个位置。 电影《人生路不熟》中呆萌的女婿曾少年李花心的公子哥, 在范澄澄的演绎下,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记忆点。 这次范澄澄在剧中, 也将和杨子组成竹马CP, 两人也是将从一起长大的哥们, 再到彼此吸引的恋人, 在颜值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极高匹配度的两人, 就单单预告片中的诸多甜蜜互动, 已然就让人非常期待, 绝对是11月里最好客的一对荧幕情侣。 除了杨子和范澄澄以外, 余下阵容中的金氏佳和朱颜曼兹,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 前者在成功转型后, 对于形男一类型的角色, 可以说诠释的都非常成功, 此番看似有些成熟感的装造, 与杨子的对手戏也是非常的精彩。 朱颜曼兹颜值出众, 演技也是足够的扎实, 在《流浪地球2》中的精彩表现, 更是让她打开了全新的方向。 对于青春爱情剧, 有着丰富经验的朱颜曼兹, 此番在剧中和杨子的姐妹情,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还有着本色出演客串的孙燕兹, 以及王前月、方月桥等多位小花生的助阵, 也是让《要久久爱》的阵容洋溢着青春和年少的情怀, 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由此可见,杨子的这部新剧《要久久爱》, 不论是剧情上的看点, 又或者是制作和演员上的配置, 都显然有着更强的实力和竞争力, 尤其是女主杨子, 已然就让整部剧的热度和流量基本盘, 变得非常有竞争力, 成为11月爆款或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